这个600x900的覆磨机需要共225的电跟气源 这里这个管子是大管子 也可以用小管子 到时候可以转接头 这是电源 接225电源就可以了 这个小的贴合机需要接真空棒 接气源 还有接电压 接225电 接的方法是这样子 这个是5×8的管子 接气压 这个是接真空棒 真空棒是接这里 接真空棒 接真空棒 然后真空棒的电源 是接到机器上面的 这里有插头 机器上的电源是接到墙上的 接220V 这个小的覆磨机 小的覆磨机需要接也是一样的 接真空棒 接气源 接电压 这里有一个接头 这个是接电源的 接225V电源 这里接气压的 这个接气压 这个是接真空棒的负压 这接负压 真空棒的电源 接到最后这个插座上面 就可以了 脱炮机 脱炮机接两个 接一个225V电源 跟接一个气管 看一眼在里面 这是脱炮机的电源 这个是接气管 接大的气管 这个脱炮机最好是接12的气管 因为它的要求的气量比较大 管子大一点速度会快很多 最大不要超过8个压 第一次